北京奧運女子鐵人金牌斯諾希爾 來台參加週末在宜蘭舉行的鐵人賽 首次造訪的她 覺得這天氣和家鄉澳洲很像 已經準備好要大顯身手 娇小的身材讓Emma斯諾希爾看起來和鐵人占不上邊 但其實她可是2008年北京奧運女子金牌得主 這次來台就是要到宜蘭參加鐵人比賽 在接力組親自下場參與跑步項目 到時不只觀眾們可以親眼看到金牌身手 同場競技的台灣選手們更可以好好觀摩請教 尤其是新一代的鐵人未來之心張家豪 剛在日本奪冠的她未來勵志 朝職業和奧運的道路前進 2020希望能夠在東京 就是看能不能先選上再說 玩我爸爸想要走的那條路 完成他想要的夢想 他想要的夢想就是當一位奧運國手 當然是希望他沒完成 是希望我們能夠完成他的夢想 第八屆梅花湖鐵人賽這個週末就要登場 今年除了有奧運金牌青年加持 還有國際頭褲公司冠名贊助 讓選手們可以在更具規模的舞台上一較高下 UDN TV 甘邦捷舞明星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